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地产经济老胡 在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0号 星期三奴隶6月22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召回1000万包香烟 安省侯度5天增47% 加拿大人债台高筑 大多地区租金急速上涨 多鲁多访问卑诗过原 皮卡车冲进安大略湖 多伦多恶南随机袭击 黑心潮市趁已通胀 加价赚钱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加拿大召回1000万包香烟 加拿大卫生部正在召回超过1000万包香烟 原因是担心增加火的危险 周一加拿大卫生机构发布了召回令 召回20只和25只装的PLACE香烟 加拿大卫生部建议 吸引着立即停止使用被召回的产品 并联系Nimumpea Tobacco有限公司 被召回的产品不符合性能标准 因为他们必须在不超过25%的时间内燃烧其余的长度 加拿大卫生部在一份召回通知中说 不符合性能的要求的香烟会造成更大的火灾危险 香烟掉到家具被掳或其他防止品上可能会引起火灾 安一省侯豆五天增47% 安一省卫生厅表示 截止7月19日指侯豆确认病例超过230例 较7月14日多74例增幅达47.44% 较7月11日多97例增幅达72.93% 较7月6日多129例增幅达127.72% 卫生厅表示 除了一例确认病例外 第一患者均为难行 而230例确认病例中 多伦多占172例 除了多伦多外 沃泰华16例 河顿有7例 海米顿也有5例 过去共用9例患者需要住院 但全部已经康复 患者的年龄介于20至69岁 加拿大人债台高中 飞沙研究所最新研议发现 自2015年 特鲁多就任加拿大总体以来 联邦政府债台高中分配到加拿大国民身上 以高达美人金5万加元增幅35.3% 研究比较了历届加拿大总体制胜期间的债务表现 现任政府人均债务增幅 在二战以来的所有总体排名中 而第三 多伦多的父亲皮尔·多伦多 在1980年至1984年的第二任期内 是加拿大人被负责联邦债务增加了58.8% 排名第一 布莱恩·马尔罗里以1984年至1993年之间 42.5%的债务增幅排的第二 数据显示 自特鲁多执政以来 加拿大人的人均联邦债务上涨至47,070元 2019年至2022年间的新冠大流行影响显著 每个加拿大人的联邦债务因此飙升了25%以上 虽然新冠造成一些紧急支出是必须的 但近年来联邦债务的潜入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税款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未来几代人将为今天的支出买单 就未来几年加拿大人均债务的增长规计 这主要取决于特鲁多政府的政策决定 特别是秋季经济更新和2023年的财政预算 高预期的收入可能会使债务预测走低 但支出增加可能会反其他而行 对于特鲁多政府来说 未来几个月对支出和借贷保持谨慎 只管重要 大多地区租金急速上涨 根据最新一份报告指出 今年第二季度 大多伦多地区的租金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上升 一房单位的平均月租金已经升至近2200元 市场研究公司发表报告 大多伦多地区的租金已经连续第五个月上升 部分原因是失业率接近利来新低 即随着利率上升 支援能力正急剧下降 第二季度大多区的公寓租金 要第一季度上升5.9% 要去年同期更升了16.7% 期内一房单位的平均月租金升至2182元 两房单位的平均月租金升至2862元 三房单位在升至3740元 大多区的出租单位控制率大幅下降 从去年同期的5.1%到今年第二季度 跌至只有1.4% 踏入下距高空期大多区的租屋市场 会记录过往一样表现强劲 第二季度出租公寓的单位供应量 仅相当于第一季度的三分之一 并创历来新低 这也是租金进一步上升的原因 至于第二季度出租的供应市场成见量 则上升至创纪录的12,048种 杜鲁多访问卑诗果园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奴业作物的正常生长 总理杜鲁多趁着国会休会之际 展开了全国巡会访问 周一来到卑诗省中部 杜鲁多在Summerland访问了路子果园 关心天气如何影响樱桃产量 国家主人说 去年天气太干燥 所以樱桃生的比较小 而今年又遇上潮湿 有的樱桃都破裂了 而且今年 预计樱桃产量比正常年费低 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改收期也落后了两个星期 杜鲁多采摘了一切樱桃 当听闻采摘工人 一天能采满70到90个20帮重的桶子时 杜鲁多赶费工人的能耐 称自己最多能完成其四分之一的量 杜鲁多前几次在这些城市的公开防卫行程中 都遇上了大批抗议者在基隆纳 只遇到了一位抗议民众 抗议者说 我希望身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 我可以站在行政道上表达我的观点 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得来的 你必须为此而战 皮卡车冲进安大略湖 杜兰区警方称 周日晚上7点11分左右 在匹克林 West Shaw 布洛瓦德和Beach Point 普洛梅德附近 一辆皮卡车冲进安大略湖 一名成年男性被发现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致命事件 到目前为止 没有记性 表明存在犯规行为 有人打查说 可能是天气太热 司机想给自己和汽车洗个澡 结果发生了意外 多伦多二男随机袭击 多伦多再发随机袭击事件 一名年轻女子 在多伦多湖滨的步行道上 被一名男性殴打军应手 击中的严重受伤 多伦多警方表示 事件发生在7月9日星期六 地点是在安泰瑞普利斯地区的 Martin-Goldman Trail 一名21岁的女子在小路上向膝走时 一名骑身车的男子向他走来 该男子突然打击该女子的脸部 使女子倒在地上 然后沿着小路向洞逃走 证明妇女受伤非常严重 但没有生命危险 被送往当地医院 男性嫌疑人被描述为一名白人男子 身高约178公分身材魁梧 40到50岁 留着灰色的胡叉圆脸 失踪前身穿荧光黄色 衬衫和短裤 骑着在耻辱的自行车 黑心超市趁通胀加价赚钱 加拿大正处在40年代的最高通胀中 大多数加拿大人都在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挣扎 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到极高的水平令人震惊 食品供应商警告说 各种商品的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人民开始质疑 全国最大连锁超市在基本食品价格飙升中 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超市在疫情期间利润丰富 今年仍在继续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老波浪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 激增了40% 并且在5月份报告说 一商店里的商品价格确实 比整体消费的价格指数成长得更快 虽然疫情打乱了劳动力 供应链和制造成员 但全国三大连锁厂市 正在抬高价格 超出了必要的范围 此前在封城前的前列过月里 超市销售额比上年增加了创进入的40亿元 由于该行业的寡头垄断 缺乏竞争 许多居民在不支持三巨头的情况下 没有其他选择 汇率和天气预报 7月20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4.5元人民币 明天7月21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8度到28度雷电雨 多伦多20度到28度少云 温哥华14度到25度少云 魁北克21度到29度雷电雨 卡尔加里14度到29度晴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